回到大全凶 为什么928明明是高峰亮节的教师节 却变成房地产推屋的一个档期 这两个之间有什么联系 另外329现在是个档期 520又一个档期 好听听您的意见 教师节先问你老师好 我没有骂人 各位老师好 简单讲今年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口罩戴太久了 大家闷太久了 所以我们现在把今年很快的扫一下 现在不是9月底了吗 329的时候在干嘛 其实这半年前 329在干嘛 在房里啊 抢口罩排口罩 排口罩 抢口罩 也不敢出门 所以329本来是个房地产重要的档期 结果后来被口罩罩住了 后来稍微好一点的时候 520 520那时候你在干嘛 你看3个月前4个月前 那时候在干嘛 你也忘了 台湾人真的是不错 很容易忘 是我健康 这管车都在干嘛 520在干嘛 520那时候在谈什么 家铃 你记不记得 今天只要陈时中讲一个家铃 明天那个什么泡沫红茶就买一送一 那个时候口罩可以脱一半 干嘛带着去看房子了 要过防疫新生活 完全自由自在的生活 你看台湾没有新冠费员 没有新冠费员 大家脑袋都不太好 几个月所以好这几个月下来 其实你又发现到说 好像没有那么严重 事实上其实蛮严重的 你看全世界的状况还不是很好啊 但是问题是大家为什么要 就去看几个重要原因 利率低 OK 千万不要随便讲你买第一间房子的利率 因为你超过二位数就超过60岁了 OK 不要不小心泄漏了 我想当年那个房子 你不要想当年 一想当年你就超过60岁以上了 OK 变成资深国民 好 这几年烫不烂当利率就是一点多 二点多吧 所以利率低很多 以前你每个月付那个房贷利息 你就倒不掉 怕死 怕死 所以现在利息很低 另外一方面经济景气好不好 我先给大家看一张数字 大家说经济好 房地产好 好像这逻辑是对的 对 事实上来我给各位看 十年 这是十年的变化 十年变化 我看这一年 这一年是13点 GDP 13点多 那是什么时候 十年前 那是经济狂飙的年代 才有2Digit的成长 那一年我觉得应该要独立出来 因为那一年的状况特别 对不一样 因为前面很差 前面是负的 对对 最邦的反弹 对对 2015年够低了吧 2015年这个时候 哇 负0.64 各位同学 来来来 2015年第三季发生什么事情 你看 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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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节目录下来 可能直播要到下午5点 他会想起来 帅下来 2015年第三季这件事情是什么 希腊危机 欧栽 欧株风暴 欧株风暴 这个时候经济很烂 台湾也很惨 好 现在的状况怎么样 也 minus 对不对 -0.58 -0.58 好 这是经济景气 来 房价 你看这两个线有什么差别 刚刚的13% 对 现在这是多少 房价不高 不高 指数 2015第三季 刚刚是minus 欧株 欧栽风暴 那现在是多少 2015年是 121 现在 刚刚是不是minus -0.53 然后现在这边是多少 所以经济成长跟房价走势变成 我们不能讲绝对不复相关 但是你从这两张图的线 刚好发现 它的高点是它的低点 它的低点是它的高点 那这件事情代表什么意思 台湾的钱不知道该去哪里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钱不该去哪里 我简单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就是说 我们先看一张很简单的事情 你说这个 这个钱 房贷利率低到多少 刚刚讲 不要讲多 你想当年那个十几%的就不要谈了 这是10年 10年 2010年年就多少 1点多 1点多 最高最高2015年 1.99 1.99 平均嘛 五大航库 五大航库 平均利率 对不对 所以以前是13 现在是1.36 那这个东西对买房子相对来说 就轻松很多 而且加上包括台湾 以及世界的主要的这些国家 也都采取所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 所以油脂多利率又便宜 钱不知道该去哪里 好 还有一个问题 你放在上面好吗 来 我们以前的时候 大人都放在上面 对不对 对不对 这是台湾20家银行的定存利率 好 一年级 不要看了 看也是伤心 不要看了 都0点几 各位同学 没够本 最高叫阳性银行 0.85 0.85 0.85什么概念 100万 一当 850块 1个月700 8块 有够熟 没够本 三倍券都 要领钱 多放车去 放车去 银行其实很怕你存钱 拜托你不要存 对 所以这个定存利率 所以我刚才讲 利率很低 这个存款定存利率很低 我们老先生 老太太们 他们钱放在银行 你708 三倍券都3000了 你708 你干嘛 对 所以 所以在几个因素的 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之下 让房市想要放缓趋势 可能都来不及 不过大全雄 今年的统计 说928的党期 新建案全台湾 超过5000亿 大全雄 5000亿我这辈子 是没看过 不过我做个比较 我们国家一年 大概是2020年的 国家的年度的总预算是 2.1兆 对 2.1兆大概就是 4.5千亿 那我们大概去年的 国家的GDP是18.9兆 就不要比这个GDP18兆 国家总预算2.1兆 5千亿 四分之一 你觉得这个数字 给我们什么启示 该怎么解读 从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这个统计数字 我想副总也同意 基本上大家参考就好了 因为有些不见得 会推那么多 大概推个六成 大概差不多 所以就算你了不起3000亿 你打个六成3000亿 那一年三个党期 差不多一兆 三个党期 正常状况下 三二九 五二零 九二八 加起来差不多一个兆 一年推暗量 这个数字代表什么意思 建设公司 他买了土地之后 他要不要推 快去买就凹一下 因为利率低 OK 撑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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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顶一下 接待中心赶快搭一搭 现在很多状况是 接待中心还没有搭好 房子卖完了 接待中心还没有搭好 这么长手 你路口看招牌 留个电话 两房三房 不然定两间 就这样 确实是如此 OK 副总 这个形容 你同意吗 他买菜了 定两间 很简单 买房子买菜 自己买菜 我补充一下 其实真的 我觉得 台湾这次真的防疫有功 因为其实每次大家都讲 跟上次的SARS来做比较 为什么上次的SARS房价会跌 这次台湾怎么反了防疫产 还涨 还涨 其实上次大家是在没有准备之下 所以是一种恐慌 恐慌的心态 被偷袭有种恐慌性的这个慢压出现 对房价来讲那种信心度是很低的 失去信心的支持 对 那这一次来讲其实也要从去年 或者前几年来看 其实中美贸易大战 其实有相当多的资金是回到台湾的 但是在过去这几年 其实这个资金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 但是在今年的这个疫情发生之后 我们从3月到5月 刚刚讲佳玲佳玲这个事情之后 其实大家开始普遍对台湾的信心是增强的 甚至很多包括我自己的亲戚 他本来在大陆的 他后来都选择 回来台湾定金 人回来资金也回来了 所以说等于说这种安定感 让大家越来越有勇气 所以你讲出一个叫安定感的概念 除了刚才讲的说货币面 经济成长面的因素 另外信心上安定感 别的地方 我们怕死 我们家相对安定 OK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心理主动目 我补充一个台商的状况 其实他们在业界 我们在业界就 闻到台商的味道是什么状况 过完农历年回去就回不去了 对不对回不去了 回不去在那边干嘛呢 前两个月什么事也不能干 也不能出门嘛 好稍微好一点 什么嘉宁嘉宁出来了干嘛 台商就约哥们打球 高尔夫球 全台湾高尔夫球场爆满 都台商 因为闲得没事干嘛 闲得没事干 好就爆满 大陆更惨啊 稍微好一点之后 开视讯会议 越开就越难过 台商老板就越开越难过 我什么时候才回得去啊 OK 我什么时候才回得去 那边如果还有两个台干也回不来 那对路干又没信心 对不对 OK 没办法 然后到了五六月之后 我看大概短期内回不去 我快来那边就收收好了 好观念在这边 没有那边家就买买的 北京的上海的买买的 然后那边公司 没得如何处理一下 没得回来 好 这个回来钱是很可怕的 你如果说什么 鲑鱼返乡 错 你如果在大陆混得不好 你根本就是不拉鱼啦 但如果你混得好 我讲实在来 混得不好的也很多 不拉鱼 不拉鱼 不拉鱼数量多 对 那混得好的出去是鲑鱼 回来都是金鱼 哇 回来都是又大又肥的金鱼 所以这波的房市的行情 事实上是有领头羊 可能台商的 对于台湾的安定感 对于它未来一个 对台湾的长期发展的信心 所以每一条大鲸鱼回来 所以有一个拉动的力量 是这样吗 是 没错 那大鲸鱼拉动 那我们这种小虾米 要跟着大鲸鱼在那边乱动吗 听你的意见 其实现在的市场 还是分得很清楚的 其实不是 就是包括区域 包括地点 包括产品 所以有区隔市场 不必担心说 被那个大鲸鱼带动的问题 是 因为其实我们讲到的 还是刚刚讲到的是 所谓的大鲸鱼 那小虾米 我们讲的所谓的首购市场 或者是我们讲的 比较小平素的换屋 中产阶级 对小家庭的换屋 是 在今年我觉得 刚刚大全兄已经说了 就是说 利率持续在低档 所以说其实 你现在我们算一算 你用那个利息去算租金 真的租不如买 买比租划算 对划算多了 所以说你现在只要有能力 其实蛮多的人 愿意是在这个时候 进场去买房 是是是是 实际金有没有心动呢 我跟你讲我有疑问 就是说我也比较关心 小虾米的问题 就因为我知道 台湾其实真的是钱多 那钱 因为数量多 可是他要去哪边 是一个问题 所以很多的确有钱人 就会去买房子 所以才会刚刚有 这个大全哥有讲的 对 那个美败 来两户这样子 像买菜样 就是说会不会说 这些因为大鲸鱼 他们的钱多 然后所以他们 大部分的推案量 也都被他们给买了 然后所以站在建商的角度而言 我当然是要卖给大鲸鱼 大鲸鱼我才赚得多 所以就变成一种上流社会 有钱人之间的循环 反而我们小虾米 仍然是被排除在外的 这是一个我比较担心 小虾米 而且因为房屋本来就是一个 你的门槛 买房就是一个门槛 比较高的 那房价他不太会跌得多夸张 他仍然是一个高门槛的东西 那所以当小虾米看到 反正就是有钱人在玩的时候 我根本还是很难跨越那道门槛 所以我小虾米就自动的 把自己也排除在房屋市场之外 这会不会造成小虾米更难更难更难跨进这个门槛 有钱的锦上天堂越买越多 相对经济条件弱势的朋友们 就越自我限缩就越远离市场 好我就看你们拍拍手就这样 听你的意见 其实我觉得不会 因为还是会回归到正常的供给跟需求 因为其实不会有这种期望性 因为自从房地合一税之后 过去以往有投资客会进场 但是房地合一税之后 你说你去买了房子 那是你增值的政府要抽走大部分的税金 其实很多有钱人其实不愿意这样去做的 所以说应该是讲说 要有好的政策去让整个房市健全 所以说你熟购型的客户 他还是因为毕竟现在政府有推动 相当多的一个重化区 那用这个时间换取金钱的这种 重化区也相当的多 所以说他还是买得起 那这个东西也不会是有钱人 会去买的一个产品 所以说他比较是蛋白 蛋殼去这样子 对 谢谢大家